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Secondary School毕业后就是你可以上大学或者就是偏比较skills的那种的学校 Primary School是从几岁开始? 7岁到12岁 然后中学Secondary School是从13到16、17岁 就等于是像台湾 台湾的把小学跟国中合在一起就是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就是从台湾的高中 对 比如所谓的Senior High School 那你现在已经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了吗? 还没 其实还没上大学 所以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道成为艺人了? 对 然后因为我有之前有到了日本 然后我爸爸妈妈的条件是说你还要继续读书 所以我是那边有上了一年的高中 对 在日本上高中 对 那你的日文也说得不错哦 还好啦 因为高中是国际学校 你念的是国际学校 对 那到现在来讲的话 都一直在从事演艺的工作 我想你对于学校的生活应该是很想念吧? 其实蛮想念的 对 我觉得读书在我的脑海里是还有的 对 就是目前我觉得我想 把我最好的现在的年龄 就是放在我的事业上 歌唱 歌唱 对 那你是怎么发现你有歌唱方面的天分呢?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表演吗? 从小我们就是期待在舞台表演 那小时候我表姐喜欢带我去看那个音乐剧 Musical Musical 然后我还记得 我六七岁的时候 在电视机看到 Mariah Carey 演唱会 Live 在户外 然后唱完就得到大家的掌声 我觉得 哇 那种的感觉一定很棒吧 所以你很喜欢掌声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我就开始唱歌 然后发现我们喜欢唱歌 就这样子 那时候你几岁 你还记得吗? 六七岁吧 六七岁 那时候就已经很喜欢那种表演的感觉 对 然后我姐姐也是喜欢唱歌 所以我们两个常常会duets 合唱 合唱 你们家几个小孩? 姐姐还有弟弟 对 那弟弟喜欢表演吗? 弟弟他现在在大学读书 然后他唱歌也还好 可是他弹吉他 对 他有玩乐器吗? 有 那你们可以组个band吗? 没有这个兴趣 跟家人有这个兴趣 那你的姐姐现在也是从事表演工作吗? 没有 他教书 现在是老师 老师 家里现在三个小孩就只有你是从事表演的工作 对 你是十五岁的时候出道吗? 那时候就等于是中段的学业开始你的表演工作 那那时候离开学校会不会让你觉得依依不舍? 没有 其实我没离开学校 我还是读书为主 然后 然后 边表演边读书 对 对 那你高中有比 就是你的 Secondary School有毕业吗? 有 有 毕业然后就是到了日本 然后又上了高中 因为新加坡的Education System 是跟英国一样 然后日本是美国 对 是 是不一样 现在台湾 如果说到了你所谓的Secondary School 就台湾的高中 Senior High School的时候 都会开始想说将来大学要念什么样的科系 那你有想过 如果你不从事表演工作的话 你要念什么科系吗? 之前是想念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是说大众传播吗? Mass Communication 不是 比较偏Advertising PR 网告 对 这方面的 这方面 或是Design方面吗? 可能广告方面吧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对 可是现在我觉得 现在又不想了吗? 不想了 因为接触了 很多人有读这科 对不对 Communication 我以为你是因为你接触了演艺圈的工作之后 发觉 这个广告这部分实在是 没有 读书当然是很值得的事情 当然 要珍惜 机会 如果你可以上学就上学 但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 还没有唱歌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事业 还是会在这个演艺圈 是 对 可能是幕后的 我不知道 所以你是觉得 你一定会从事表演这方面的工作 不管是在目前或幕后 就是 This is my dream Now dream come true 是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梦想 让自己的梦想成真 那你从小 你说你在五六岁的时候 发觉自己很会唱歌 想要表演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规划你自己的人生 想要怎么样开始你的表演工作 你曾经做过很多计划 或是有很多的梦想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小时候就是喜欢嘛 就开开心心的去表演啊 或者就是在妈妈爸爸朋友的面前有表演的这些 那我跟你们分享就是Mariah Carey的故事对吗 对 其实那时候我对自己说 你说什么 我要当一个Superstar 非常超级巨星 我觉得这很棒啊 好害羞耶 有什么害羞 我觉得这很棒啊 就是要有一个Big Dream 对不对 要朝那个目标去前进 我觉得有梦想是很好 重点是在你怎么样让他逐梦踏实 就是一步步的实现他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是怎么样去实现 How to be a Superstar 那是你比较爱小孩子的Thinking 当然小时候就是有参加很多学校的活动 表演的活动 然后到了Secondary School 高中就参加了就是Drama Class 戏剧的课程 其实我第一个最爱的是演戏 真的啊 然后我是也是喜欢唱歌